今天來和大家分享的是 素食螞蟻上素 一道很家常的料理 它和葷食有什麼差別呢 首先來用這個是 素食的 碎肉 它是黃豆製品沒有 油炸過的 它的使用方法要先泡水 把它泡軟 它顆粒比較小所以泡的時間 大概半小時內 就完成了先把它 清洗完之後再加水來泡 冬粉用了三把也是要泡水 這個素碎肉它 顆粒比較小上次我用過的是顆粒比較大的 那我覺得顆粒比較小的這個來做 取代豬肉會 樣子會比較接近 比較像 那口感我也覺得比較好 雖然說都是黃豆製品 那粉絲的部分把它切 把它剪成小段 或者是用切的也可以 把它切成 小段這樣子 來炒比較好炒 那要把 擠乾水分的 素碎肉把它 放進去 和 切末的 香 菇 也是要放進去 一起把它炒香 就跟做荷食的 螞蟻上樹也是要把 絞肉先炒香是一樣的意思 那我等一下會用我 特製的 香料油 那這個是芹菜 芹菜末 還有 辣椒 青色的辣椒 那再來炒香之後加 一湯匙的 皮餡豆瓣醬 用一般的豆瓣醬 都可以 皮餡的豆瓣醬特別的鹹 所以 你要用皮餡豆瓣醬 的時候 在調味的時候要特別的 注意 不然就會太鹹 那沒有吃辣的也可以用 不辣的 豆瓣醬來 取代 這樣子做出來同樣效果不錯 那我加了 醬油兩湯匙 那 我準備了 300cc的水 水 但是後來只加了200cc 就夠了 因為如果加 太多的水 冬粉他會 一直吸水 吸到 變得很大條 那我現在加入的是 糖 糖 就是我用的都是赤藻糖醇比較多 那 用一般的糖或者是用味精 都是可以的 那最後加入 香菜葉 切末的香菜葉還有 綠色的辣椒 綠色辣椒是我家自己種的 所以 看不出來 綠色的 樣子 然後這是做好的樣子 很簡單快速 謝謝大家的收看 粉 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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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